店區架上掛著帆布包 有綠色 咖啡色和黑色 台灣連鎖平價服飾店賣的這款包包 怎麼越看越眼熟 Chloe嘛 在台灣我覺得還好 如果出國的話 就會比較丟臉 我覺得 而且又是身為台灣人 媽媽什麼 媽媽 伯伯 媽媽不了解的話 看看這顆台灣平價服飾帆布包 和法國品牌精品包Chloe 都是米色帆布材質 皮靶延伸到包體上 雖然單字不同 但也都是英文字母 左右兩側也都有皮質的裝飾條 相似度超過五成 就要有一點創新 要去設計就屬於自己的 就是讓大家一看到 就知道不要去模仿 消費者也發現 像這件黑色運動外套 旁邊有白色裝飾 胸前還有三角形圖案 還有這雙高筒帆布鞋 上面的星星logo 另外一款棋帆格圖案的帆布鞋 都和運動品牌設計很像 還有這款靴子標誌性黃色車縫線 還有巧克力色的鞋底 也和知名大廠牌雷同 就是誰先出來的 就是先買他們的這樣子 不會去參考後面出的 就是致敬 成立超過30年的台灣品牌 便宜的價格成衣是一大賣點 但缺乏獨創設計也是一大知名商 解稿前品牌占無回應 律師說要小心抄襲疑慮 那你外側身基本上 就可能是助作險的問題 他們是可以跨海來提告 就看他們自己要不要來而已 律師也說過去曾經有國外品牌 被國外大廠牌提告專利問題的先例 業者在販售商品時也要小心謹慎 特別新聞是某個操作人台北才碰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